然后穴位呢 有一些简单的穴位可以介绍给大家 就是正常气血我们也可以按三羊络三一角 然后对筋呢 刚刚提到跟肝有关嘛 是筋 通常我们可以按一下阳凝旋太中 那如果是骨头方面呢 我们会按那个旋中 这是胆筋的旋中 或是敲膝盖 膝盖上边这个可以敲一敲 我们那个骨骨是很大根的骨头 会多敲一敲 那因为养胜筋的话 就是磨肚子跟磨窑跟叉窑这两个方法 这是比较实用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几个穴道 三羊络的话呢 就是这个这一段 手臂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然后在中间 我们前臂从手肘 手肘到手腕这边的三分之一 这个就是那个三羊络的地方 那就找到两股之间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这个穴道就是对气的流通 这些东西有帮助的 这叫三羊络 大家可以按看看 那三羊络这也是很有名的穴道 就是我们从内淮往上四个横子 就是内淮这样往上 然后在这个骨头的骨头的后远 这个三羊络呢 其实跟羊络有关 就是大家可以多按一下 对穴是有些帮助的 那羊络犬呢 这是跟筋有关的 就是胆筋的穴道 就是小腿的外侧 那羊络犬呢 我们是由下往上摸到一个肥骨的小头的时候 在他的前下方有个凹陷 这个就是羊络犬 所以压下去是蛮酸脏的 这个对身体全身的筋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泰冲呢 大家如果有些头痛头晕啊 觉得不太舒服 有时候可以按按看泰冲 那泰冲呢 它就是第一第二指 然后中间 那你就是由直弓往上推到推不上去的点 跟这个直弓的中间 这个是泰冲穴 好 这是干净的穴道 它有一些束干 穴器 就是让你的精神会比较放松 或是气血比较通畅一点 束干气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的穴道 那玄络这是胆筋的 那它跟那个三胶也相对 它是外环往上三寸 然后就是也是四个横子 那这个玄络呢 它就是跟骨有关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按一下这个穴道 然后这个更简单就是可以摸肚子跟摸腰 就是大家用那个手掌呢 然后放在小腹 那小腹我们知道在肚脐往下呢 有两个穴道 七海跟关炎 好 那大概四个横子呢 这个是肚脐往下四个横子 这个是关圆穴 然后关圆穴跟肚脐中间有个气寒穴 所以我们就是用手掌呢 就是摸我们的小腹 就是肚脐下面 然后去按压它 去揉一揉小腹 这个其实就有一点补生气补原气的效果 然后如果腰这边呢 就是可以摸那个肾书穴 那肾出去大家可以把手就是先弄这一下 然后再放在腰这边 那它是在第二腰之后大概就是 如果比较大范围也没关系 就是我们怎么两手就是去摸腰 然后多推多腰的旁边 大概1.5寸左右 就是大概两个尺幅左右的地方 跟多压一样 多按摩这样 所以大概就是摸摸肚子摸摸摸腰 所以肾气也是有帮助的 那这是指中医的肾跟骨有关嘛 所以我们去补这个肾气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养神 养神当然就是大家尽量要多放轻松啊 因为压力越下降 其实盖着吸收也会受影响 所以要尽量保持先放放轻松 那放轻松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鼠息 腹式呼吸啊 好那最后就是要来一点点时间 我们赶一下这个鼠息 腹式呼吸 大家今天如果学会这个 我觉得至少晚上睡觉会比较好睡 那大家可以来厌室看看 就是大家知道腹式呼吸吗 腹式呼吸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 是不是腹子哭起来 然后吐气就是肚子缩回去 那这其实是一个概念而已 它其实偏偏是说我们气真的能吸到肚子 而是因为你把肚子补起来之后 我们含根膜会更下降一点 所以你的这个肺活量 吸气量会更大一点 好所以大家一开始就是要有点刻意 所以你吸气的时候就把肚子补出来 然后吐气 然后肚子都缩回去 吸跟鼠息 那什么叫鼠息呢 就是在这个腹式呼吸的过程就数那个数字 那通常就是吸气的时候不要处 处气的时候才处 然后这样让这个循环 就是吸然后吐 吐出去的时候就处一 莫处就可以了 然后吸然后再吐就是二 就是心里莫处 那这样只要意思 吸吐 所以我通常就默念就是吸一 吸二 好这样练 那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数到十 数到一百 甚至数到一千 能数到一千的话可以来找我领奖 因为我练了很多点还没有达到够 就是 就是如果你能数到数到一百 其实有点厉害 因为表示你的心共性 但如果你可以 就是连续数到一百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如果你数到七十的时候 可能就想到什么事就掉了 那时候你要从一从头开始就可以做 好就是数十 然后一二三张顺序的群 然后就有很专注的在呼吸上面 然后让你放松 当然不妨可以回去试试看看这个方法 那就会比较养从 因为放松的话 生气当然也会比较容易 不会耗从 会比较充足 那大概骨质流失就会好 就比较不会很厉害 那我们今天就三十分钟讲这个概念 感谢大家 谢谢刚刚这个演讲 我发现他已经比我们学校老师还会效忠 然后我还是照刚才的例子 就是请康医师问两个问题 然后给大家有讲证答一下 我们考虑 因为骨质流失要考虑哪三个层面 哪三个方面 对 进气神是偏养精养气养神 不过这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进气神是物质能量讯息的样 那骨质的话呢 还有没有人要回答 还有没有人要回答 就是骨质跟哪三个因素比较有关系 好像太难 有问题太难了 没有人都不会回答 骨质就是深层流失跟通路 就是大家注意说骨质的深层 然后它的流失的因素还有它的通路 好吧那圣跟圣大概有哪几个层面的意义 这样 与手与手 大家的权力都是一样 来 回答 好 很好 这个中医的圣跟西医的圣不能完全化 就是涵盖脏气就跟那个圣能关 跟西医说的圣能关 那就是中医其实涵盖的面更光一些 那举一个刚刚认识到的穴道好了 任何一个就可以 其实比这两本的法案 还是他要加码也可以 其实可以的 只要在那个血液上给他一些刺激都是可以 但我们会针灸啊 会发灌啊 或者是你用按摩的 或者你用敲的 其实都可以 给他做一些湿度的刺激是可以的 谢谢